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一个从来不曾犯错的人 是因为他永远没有尝试新事物 为了将失败转换成创业成功的养分 台湾国家实验研究院 科技政策与资讯中心 和台湾矽谷创业家协会等 共同举行第二届的XFail失败者年会 鼓励新创者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并做出改变 且持续尝试新领域 今年获选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 杰出青年创业者的群目顾问 贝壳放大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林大涵指出 台湾的创业似乎往往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是极端的务实 另一个是极端的务虚 可是其实务虚可能在讲 他们还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值得发展或需要被投资 可能务虚的人他也需要用务实的方法去做 那务实的人同样也需要有务虚的方式 去描绘他的理想跟想象 这样才能在资源跟现实中得到平衡 他也提到 一定要懂得如何帮助自己 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 并且了解到失败不会令人成长 是失败以后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才会令人成长 林大涵还说 台湾从小的教育环境 可能告诉你 错了就是失分 而失分就是不应该 反过来讲在创业路上里面 其实你每一个累积都是得分 而且那一分一分很难赚 这样常常会有人觉得说 你投了很多资源下去 这个社会就应该给你怎样的报答 我觉得这是错的 其实你投了很多资源 哪怕你全力去做 你得到会是很多的机会 但机会不代表成功 那也有可能你拿到很多机会 但到最后你通通都错过了 可能这也是常态 就不代表你的投资没有得到 可能得到的不是最后的成果 而是得到成果的可能性 失败着年会发起人之一的台湾矽谷创业家协会理事长赵士龙说 创新创业要成就一个具规模的公司 不外乎市场资本与人才三要件 台湾虽然有非常好的人才 但对事情的耐受性却比不上矽谷 赵士龙说 在台湾大家太过于害怕失败 大家从小被可能错一体打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系续训练下来 真正腐败大家前进的并不是失败本身 而是害怕失败这件事情 那于是我们就发现在当地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是 Fill Fast and Often 会场上也放置大黑板 让新创者写下自己的失败语录 并拍下相片 隔年再回来看看自己是否又往成功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失败气球也在大家高举双手往前拨弄下 从舞台的最后方滚到舞台上 象征汲取前人的经验 迈向成功之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